哈囉大家好我們是 ITBO冰球樂團 我是主唱王 我是貝首尼爾森 我是劍牌首龍 我是鼓手士傑 冰球它就是威士忌杯裡面的那顆冰球 它是可以搭配任何飲料 不管是有酒精無酒精 然後七磅有什麼都可以 那所以其實跟我們的音樂風格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在Party也可以在個人 獨自一人在享受的時候 或者在城市的時候 它是可以融合不同的狀況 然後場域 然後心態也是一樣 我們四個當初是在學校社團認識的 那我們後來到了大學為了比賽 我們正式就組一團 就那時候有各個學生的競賽 所以我們就組一團去到處比賽 我們大家就是小時候其實都是聽80那個年代 後來我們做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就是遇到了我們當時的回應師 那因為他就是那個年代的人 所以他拿到我們的分軌 就是我們的track 然後他聽了之後覺得 喔就是其實我們可以 往這個方向去玩 往這個方向去走 就是呈現出了現在這種風格 我們才發現說原來其實 打從心裡也是喜歡的 我們自己也是比較喜歡 在專業melody的美感上面 所以我們才會想要做這樣的風格 我覺得香港的樂語是非常的感性 自信 因為其實去年我們來香港 有辦一個小的專場演唱會 當時我們要上台之前 我們會播放我們的歌曲 大概四到六首吧 開演前的十五分鐘 因為我們那時候已經在後台 在Standby 上場了 然後我當時聽到就覺得 奇怪為什麼我們的音樂裡面 有這麼多人在演唱 當時我以為是我們的音控 放錯檔案 放到其他場的側錄的檔案 結果不是是香港歌迷 每一句都會唱 然後唱得超級大聲 快蓋掉我們的音樂 所以我們當下就是抱了 120%的能量 直接衝上去 然後唱第一首 結果他們唱的還是比我們大聲 我們真的是被他們溫柔的包覆 然後也是能量的激盪這樣 那為什麼會走在一起呢 是這樣子就是 因為剛好我們喜歡他 然後他剛好也有一個歌手夢 因為他以前在學校社團玩的是吉他社 其實他也很想唱歌 那因為這樣子我們認識 然後請他來看我們的演唱會 就是比較熟悉了之後呢 我們就決定 我們要一起來做這個作品 帶著對方做自己擅長的事 那這個過程中的體驗其實還滿有趣的 因為是兩個不同的領域 我覺得就是一個 其實沒有很特別的原因耶 我覺得跟個人之間就是一個緣分 就是剛好我們在對的時間點看到了文化 然後文化跟我們要是同年紀的 不同領域的才會體現出來 我覺得這樣的激盪是滿好的 我們在這邊做了音樂上的Cross-Over 是不是可以在影像上也做Cross-Over呢 所以當時導演寫那個劇本之後 文化也認為說 我們一起來演啊 一起來就是完成這個作品 所以我們就覺得 哇這樣子非常非常有趣 然後我們也很願意就是 接受這個挑戰 大家好我們是 ICBALL冰球樂團 我是主唱王 我是被手妞正 我是劍男狗夢 我是鼓手世界 11月17號我們的演唱會 早安 晚安 然後我喜歡 將會在香港的麥花城場館舉辦 我們 無見不散 雖然是 臨時